累了吧 走 我带你去个地方 对不起 我 别拒绝我 今天配合我一次 好不好 蒋泽 你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你明知道我们俩不可能 没有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 只要有一份希望 都值得去努力 你说对吗 你真的没有必要做这些 而且 你明明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没必要用这种方式 来证明你的魅力啊 做出选择的 不是我 是她 抱歉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是阿炎约你的吧 阿炎已经家人在怀 小梦 你不用等她了 开始新的生活吧 你说什么 你还不知道这事 现在全公司都知道这件事情 阿炎跟谁谈恋爱 那是她的事 跟我没关系 我会不会等待的 你喜欢寻找神 남자的传络 那我会觉得她更会 是嫌疑爱 是她的事 你能不能把你交扯 我当初找她的事 她侨疑爱 多一个人 我都不想家人 你不能舍费 你不想家人呀 你需要费 你不想家人 你不想家人 阿掩是不是有喜欢的人了 我记得我跟你说过 不要让我再关你的事了 是吗 我只是想知道 阿掩是怎么做到 这么快就喜欢上别人的呢 强责追路了这么久 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对他动心 你最好向我学学 沉浸在过去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我会向你学习的 以后 我不会再管你有没有女朋友的事了 那最好 你记住 我有没有女朋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不需要 也没有资格来管我的事情 你只需要好好做好你自己的事情 别再来管我的事 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吗 今天没有去跟蒋泽约会啊 我知道 阿掩不希望我跟蒋泽在一起 怎么会 你如果嫁给蒋泽了 对盛海来说是件好事 所以 阿掩是希望我跟蒋泽在一起的吗 这样你就可以跟孙姐姐在一起了 是吗 你想多了 你以为我和孙灵溪在一起 我就能放过你还有你妈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知道 你巴不得我赶快把你这个麻烦筋给甩掉 关好你自己的事情 别来管我